据说飘移过弯的速度会比抓地过弯要快 并且在电影《投文字地》中 周杰伦开着送豆腐的卡罗拉 凭借高超的弯道飘移技术 成功击败了不可一世的战神GT2 可现实中弯道飘移除了耍库之外 真能比正常过弯快吗 留言组为了揭开这个问题的答案 决定先学习飘移技术 于是他们花聚资请来了车技教练奥德彪 而他也凭借自己过硬的八字 成功从拉香蕉的升级成了专业车手 并且自28大杠开始已经积累了20年的飘移经验 首先进行训练的是吉米 虽然他是个从青春期就开车的老司机 但在复杂的操作步骤中却有些手足无措 甚至将发动机都给干冒烟了 因为完美的飘移需要精准地控制每一个环节 这样动摩擦力就会尽可能为车提供向心力 从而达到飘移过弯的目的 但好在经过几个小时的训练之后 吉米开始逐渐掌握了飘移技巧 并且在随后的几次测试中 他都顺利完成了飘移动作 而当等到亚当上场训练时 天空却下起了大雨 为了避免奥德标的爱车在训练时出现打滑失控 刘彦祖决定借朋友的汽车进行测试 尽管普通汽车与专业赛车存在巨大差距 但经过两人不懈努力 他们终于能单独完成简单的飘移动作 可飘移过弯真的会比正常过弯快吗 接下来刘彦祖开始了正式实验 于是他们来到了空军基地 并在这里布置了一个直角赛道 他们计划用即时赛的方式进行测试 实验时汽车将以72公里的时速行驶 然后分别用飘移和抓地的方式穿过弯道 而通过对比他们所耗的时间 就能判断流言的真假 首先亚当进行了正常抓地过弯测试 经理测得达到终点所需的时间为4秒 之后他又驾车以飘移的方式通过了弯道 但测试的结果却和正常过弯一致 而为了让测试更加准确 亚当又进行了多次测试 可结果依然没有改变 难道飘移真的不会更快吗 经理认为亚当的飘移技术太水 于是自己也开始了相同的测试 但令人大跌眼镜的是 他不但没有完成飘移动作 反而还将车撞的稀巴烂 为此他们只能将赛道改成180度转弯 然后由经理负责难度较小的抓地过弯 而即时气测的他的耗时为8秒 之后亚当则负责飘移过弯 并且测的时间为9秒 竟然比经理的抓地过弯慢了1秒钟 看来刘延快要站不住脚了 为了实验更加严谨 他们再次将跑道改成了模拟城市道路 而经过几个回合的测试 最终测得几米抓地过弯的最好成绩是1分54秒 而亚当飘移过弯的最快记录则为1分54.5秒 还是没能超越几米的正常过弯 最后他们不得不请出专业车手奥德彪 这样兴许还能改变实验结果 然而当他以拉香蕉的最佳状态飘移跑完全程后才发现 他的成绩居然达到了2分钟 如果专业车手都不能超越抓地过弯 那几乎可以证实飘移就是中看不中用 据说如果把尸体藏在汽车里就会散发出湿臭 即使进行了彻底清洗 臭味也会一直存在 而从前有对男女因为不可告人的原因死在了超跑里 并且在几个月后才被发现 由于湿臭一直不能清理干净 最终导致这辆跑车几乎白送也没原药 可车里的湿臭味真的不能去除吗 为了验证这个说法的真实性 吉米自掏腰包买下了一辆全新的二手蓝薄金银 并决定将它变成藏尸现场 看彻底清理之后的超跑还有没有人接盘 亚当本想在评论区中抽个幸运粉丝贡献自己的身体 但死活都没有人愿意 所以刘炎祖只能搞来两只腐烂的二师兄 为了避免被尸臭熏道 他们穿上了防化服 而就在搬运尸体的时候 浓烈的气味让周围的吃瓜群众忍不住要土 可亚当和吉米顾不上邻居们的白眼 直接将尸体塞进了超跑里 之后他们用胶带将汽车完全密封 并用铁锁将车门锁住 以防止街头流浪汉偷走车内的猪肉 但等一切住好之后 亚当依然能闻到泄露出来的尸臭味 于是他们把跑车推进了集装箱中 接下来他们将用两个月的时间 让尸体在车内充分发酵 而在此期间 他们为了学习清除尸臭 还专门请来了凶案现场清理专家 并且这位专家表示自己每天至少要处理三个校园案件 经过两个月包吃包住的学习之后 亚当和吉米已经能将凶案现场清理得毫无痕迹 可他们又能否把车内的尸臭清除干净 然后将汽车卖出去呢 等时机成熟之后他们打开了集装箱 然后在专家的指导下开始清理工作 可等吉米打开车门的一瞬间 极度上头的气味熏得两人满脸通红 而更可怕的是尸体的腐烂程度远超他们想象 黏糊糊的湿水已经渗透到了每个角落 于是他们先将跑车从集装箱里推了出来 把剩余的湿水残渣清理出来之后 他们拆除了跑车的所有零件 以便更好清理车内每一个死角 同时为了快速除去恶臭 他们还采用了清洁公司赞助的特殊洗洁精 而这种清洁剂含有的酵素成分 能与动物组织产生化学反应 从而达到彻底清洁的目的 可即便经过反复清洗之后 超级跑车已经剩下空壳 但刺鼻的湿臭依然非常强烈 因为气味一旦进入空调系统 就很难被清理干净 那如果尝试将这辆超跑卖出去 又会不会有大冤种上当呢 为此他们还特意给汽车做了美容 然后拍好照片发布了广告 并且以近乎白送的价格来吸引买家 可等了一个星期之后 他们终于迎来了第一个买家 然而当车门被打开的一瞬间 他就被熏得连连后退 尽管吉米一再承诺只要买车就以身相许 但最终还是谈崩了 并且接下来的十几个买家都是同样的情况 直到一个月以后 一个眼镜小哥决定以800美元的价格充当这个冤种 原因是把他当废品卖也能赚个不错的差价 可见一旦车内收藏过尸体 腐烂后散发的尸臭是很难清理干净的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心存侥幸 据说手枪的子弹能打爆煤气罐 并且在电影007中 邦德为了摆脱敌人的包围 一枪打爆了7里外的煤气罐 引发的剧烈爆炸消灭了所有敌人 从而逃出升天 可子弹击中煤气罐真能引发剧烈爆炸吗 为了验证电影中的情节是否扯淡 刘烟祖来到了爆破试验场 并决定先用空煤气罐进行射击测试 看子弹能否射穿钢屏 等他们在远处搭建好安全屋之后 海力用电影中同款手枪瞄准了煤气罐 但当他扣动扳机时 子弹却并没有击穿钢屏 之后他又再次开出了第二枪 可结果依然没有发生改变 可见手枪的威力是不足以打爆煤气罐的 接下来托瑞用火力更猛的线弹枪进行了射击 这次子弹成功击穿了前面的灌壁 但通过观察他们发现 钢屏的另一面还是没能穿透 海力认为想要达到爆炸的效果 子弹就必须贯穿整个钢屏 于是他们再次升级了火力更强的步枪 但这次射击的结果又会怎么样呢 随着一声清脆的枪响 子弹直接击穿了整个煤气罐 那如果换成装满煤气的钢屏 子弹又会不会引爆里面的煤气呢 下面留言组偷偷将邻居家的煤气罐搬了出来 而这个钢屏装有83升液燃气体 并且灌壁气压高达1600千帕 一旦灌体被子弹击穿 高压气体会瞬间喷出 可子弹真能引爆泄露的煤气吗 之后他们用铁链将钢屏固定在地面上 以此来避免燃烧的煤气罐四处飞窜 同时为了验证电影中的邦德是否会被爆炸伤害 他们还将假人老兄布置在7米远的位置 等一切准备做好之后 凯莉在安全屋对着煤气罐扣动了扳机 钢屏内的毅然气体瞬间喷射出来 可尽管子弹贯穿了整个灌体 但并没有将气体引爆 为了增加实验的成功率 刘烟组将子弹换成液光弹 而这种子弹会在空气中燃烧产生火光 同时在专家的建议下 他们将在这次测试中多开几枪 当托瑞射出第一发子弹时 钢屏内的气体被快速释放了出来 可等它再次开了两枪后 钢屏依然没有发生爆炸 如果连夜光弹也无法打爆煤气罐 那么几乎没有枪能够做到了 为了达到电影中的爆炸效果 刘烟组决定彻底引爆邻居家的煤气罐 最终他们在钢屏上安装了引爆炸药 然后凯莉以远程引爆的方式启动了开关 这时煤气罐瞬间变成一团巨大的火球 而之后他们在检查现场时发现 钢屏被直接撕成了碎片 并且七米处的假人也几乎烧成了黑炭 但有钻牛角尖的粉丝表示 如果用燃烧弹连续射击 是不是也能达到引爆的效果了 于是他们从小卖部搞来一架冒蓝火的加特林 并且他能以每秒50发的速度连续发射燃烧弹 等一切准备做好之后 格兰对着钢屏疯狂输出 这次煤气罐成功被子弹引爆 但手枪的威力不足以击穿钢屏 所以电影中的情节完全就是扯淡 因为冲击波能在不改变水果形状的情况下破坏细胞壁 可这种做法真的可行吗 为了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 刘烟祖来到爆炸试验场 并决定在这里做个炸汁机 于是他们用防弹玻璃打造了一个水箱 而它三厘米的厚度足以承受手榴弹的爆炸 之后亚当网里面注满了清水 而吉米则把一根雷管固定在水箱的中央 只要线路中有微弱电流通过 雷管就能瞬间爆发3640胶耳的能量 本次他们先用西红柿进行测试 吉米先用速风膜将它包好 然后放置在水缸中距离雷管17.5厘米的位置 但这样真能保持外观完整的情况下 还能榨出鲜美的果汁吗 等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亚当在安全位置按下了引爆按钮 伴随着一声闷响 水缸被绷地跳了起来 从高速相机可以看到 爆炸产生了直径30公分的气泡 而西红柿虽然从外表看上去完好无损 但当吉米插入吸管时 它竟然真的吸出了美味的果汁 随后亚当用没被炸过的西红柿进行了对比 结果管子被吸扁也没有一滴果汁 显然爆炸确实能让水果炸出汁水的 而为了提高这种方式的榨汁产量 于是他们缩短了雷管与西红柿的距离 并且通过反复测试他们发现 当两者距离为3.8厘米时 在西红柿依然能保持完整的 同时榨出来的果汁也是最多的 当然火药味也会更重一些 之后他们对榨出的果汁进行了测量 一个180克的西红柿最终能榨出60毫升的果汁 而专业榨汁机则能榨出120毫升 这就意味着榨汁效率还不足以应用到生活中 那如果将爆炸规模扩大1万倍 这个榨汁项目又会不会有王多余来投呢 于是他们来到了一处平静的湖边 并且将会用到多种瓜果蔬菜进行测试 两人首先将它们用网袋分开装好 由于本次实验的爆炸能量高达37兆焦2 威力相当于雷管的1万倍 这就导致无法推算最佳爆炸距离 所以他们把袋子绑在不同距离的浮标上 然后将每个袋子用间隔交错的方式 悬挂在水下1.5米的位置 以此来对比不同距离下的榨汁效果 并且牌子上的数字则代表离爆炸点的距离 而9公斤的天梯则被放置在绳子的末端 可更大的爆炸是否能榨出更多的果汁呢 等所有准备做好之后 他们在安全位置按下了引爆按钮 3 2 1 剧烈的爆炸掀起了几十米高的水花 而在高速相机下可以看到更加壮观的一幕 爆炸的冲击波在水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向周围扩散 然后不同方向反射回来的波撞击在一起 形成了遍地开花的壮观景象 之后他们将网袋打捞上岸 距离最近的两组袋子已经被炸飞 剩下的五组又能榨出多少果汁呢 从表面上看 瓜果依然保持了原有的形状 但解剖之后才发现 里面的果肉基本都已经软烂如泥 并且无论如何也吸不出一点果汁 为什么规模放大后就没有榨汁效果了呢 这是因为水箱实验中冲击波会被来回反射 从而对水果造成多次影响 所以小规模低当量的爆炸才是最理想的情况 那么大家会不会用这种方式来榨果汁呢 据说如果我们遇到炸弹时纵身一跃 爆炸的冲击波能将我们推得更远 留言组为了验证这个说法是否扯淡 他们决定在用C4实验之前先进行跳跃测试 以便弄清正常人的跳远距离和腾空时间 于是他们来到了学校的田径场 首先上场的是凯莉 由于他身体重心靠前的缘故 首次起跳就优雅地摔了个狗吃屎 导致有效成绩只有三米远 接下来猛男托瑞也进行了尝试 虽然他以闪电般的速度开始助跑 但由于双手拖了后腿最终成绩只有4.9米 随后经过三轮的反复测试 他们得到两人平均跳远距离为3.7米 而腾空时间却不到半秒钟 这就意味着实验中会很难控制爆炸时机 为了增加起跳与爆炸的时间差 留言组决定以人类最高纪录为标准 而女子奥运跳远世界纪录成绩为7.6米 并且腾空时间超过了一秒钟 由于他们找不到铁粉来充当志愿者 托瑞只能请来的假人老兄 然后格兰打造了一个发射装置 他能将假人以跳远的姿态发射出去 同时经过测试他们得到 当气压调整至6300千帕时 装置就能完美模拟出运动员的跳远情况 并且腾空时间也刚好满足要求 之后他们开始正式实验 可假人真能在冲击波的助推下跳得更远吗 下面他们来到了爆破试验场 但在实验之前 托瑞首先在地上挖了一个土坑 然后将发射装置埋在了下面 这样就能让假人从地面发射出去 同时为了保证起跳和爆炸时机的准确屋 格兰设计了一个岩石线路 当在实验中按下引爆按钮时 信号就会分成两个方向传递下来 并且首先会触发发射装置让假人起跳 而另一路信号会在半秒岩石后引爆炸药 这样就能让假人在最高点得到冲击波的助推 之后他们将假人老兄安装在发射装置上 然后进行了一次没有炸药的基准测试 当他们按下启动按钮时 假人瞬间飞出了8.2米的距离 接下来专家将从小卖部搞来的4.5公斤C4安装就位 可爆炸的冲击波究竟能否让老兄跳得更远呢 等所有人躲在防暴屋之后 凯莉按下了引爆按钮 这时冲击波刚好在假人飞到最高点时到达 但通过测量跳远距离他们发现 等量的按油炸药也许能起到助推的作用 因为C4属于高爆炸药 它更适用于小范围粉碎目标 而低爆速的按油炸药却能将物体推得更远 可这次真能改变实验结果吗 伴随着剧烈爆炸 冲击波再次穿越了假人身体 但假人依然只飞出了8.2米的距离 为了制造更强烈的冲击波 最终他们决定将炸药剂量增加至45公斤 尽管这次爆炸的冲击波肉眼可见 可假人依然落在了8.2米的位置 显然不管多大的冲击波都不能让人跳得更远 本次实验非常危险 大家千万不要尝试